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华人巨星啊 我们的骄傲那个李文 他自从跟他老公认识 认识到最后结婚到最后婚变到最后到这一切 我这边用13首 就是有12首总共13首歌 一首是国语歌 其他的都是台语歌 我会把它就是我们在认识之前 婚后跟婚变这样子来做一个形容 如果你们觉得很贴切的话 就帮我按赞跟分享哦 好来我们来我们李文 这个Coco我们是华人的巨星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是只要在舞台上 他的笑容他的歌声 他的每一个肢体语言 就是让人家非常的去崇拜的一个偶像女神 巨星就对了 然后呢他在认识他老公之前 好我们就是用这一首歌来形容 然后呢他会觉得啊 他跟他老公是最最合适的嘛 来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个呢 老外这个不如死 他出现的时候呢 他就是可能就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啦 然后穿啊 然后也看看 他是最适合不过的 会在李文的身边 然后就是这一首歌 然后啊 这八年当中就是有很多感动李文的啊 李文的那个一些事情 所以他那些感受啊 他就是觉得他是对的人 他的对的另一半出现了 所以他会觉得他们是在 两个就像那个甜蜜的蝴蝶一样 这样相相对对啦 然后他们会觉得 哇好甜蜜的一个爱情 这样子 就是这首歌 好来 然后呢 这个不如死呢 他就求婚了 所以他们举办了一个四季的大婚礼 那在大婚礼里面 大家就是一定是怎么样 痛快的 痛快的 那个愉悦的 然后非常开心的 所以就来一个喝了吧 忘了我是谁 就是这首歌 再来呢 他们就结婚了嘛 然后结婚之后呢 他们会觉得说 哇真的是 就是好像梦想神圣 然后这样子的 就是给他 上天给他一样这个选择啦 然后是非常非常 就是他会非常珍惜 跟好好的来爱他老公啦 这个不如死啦 然后来这首歌 那当然呢 好景就是不长 然后可能这个男人也没有把持住 所以呢他就被拍到他去 第一次的出轨 跟嫩嫩嫩这样子牵手啦 所以呢 这时候的李文当然是 还是选择要原谅他的老公喔 然后这时候就是用这一首歌来形容 是谁到这一首 感情越来越没趣 我们担担地担 总是三个腰有拔命 对你的穿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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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有没有变好了啊 这个布鲁斯啊 布鲁斯啊 有没有变好了啊 诶 没有耶 然后在闺蜜 闺蜜又在爆料之下 又在第二次的出轨 又出现了 然后 这时候李文不仅会开始在怀疑 难道我们的 这个美好的爱情真的要消失了吗 都原谅你一次了 然后就是这一首歌 哇 接下来又是第三次的出轨跟背叛啊 这时候李文真的是已经伤心欲绝 痛彻心肺 然后呢 就是这一首歌 开始李文不仅在问自己了 真的是都爱都没春吗 这首歌 当然啊 在朋友的规劝之下呢 他也觉得 应该是要放手了 然后就是不要再让自己这么的难过了 所以呢 他就是决定在七月份要来办理这个离婚哦 所以他真的是想要把它放下 把这个痛到这为止 这首歌 当然啊 难过啊 痛啊 到这里为止 他会发现 原来这一切 原来这一切就是 只是一场空 这首歌 你的心里的心里的爱人 你让我唱作的伙伴 受尽方送吃菜 情路情茫茫 你的心里的爱人 你让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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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二首歌 你们觉得我形容的有非常的贴切吗 再来还有剩下一首歌 我真的看了好多报道 我就看他在台上那些 我真的觉得他好认真好认真的一个巨星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就很心疼 我真的还要默默的流泪 你知道吗 我感觉很不感觉 真的是心寒 而且就是好可惜 好可惜这种感觉 这样子怎么会变这样啊 我觉得是好好好心痛 所以最后一首歌呢 就是 生后阿嬷 今晚一个 有个心情要忘了你啊 好 生后阿嬷就是 阿嬷你如果在台上 就是要把这个 老外 不如死 好 讲咖嗔 替我们理文 出一口气 以上啦 跟大家分享 陈妍玲的十三首歌曲 如果你们觉得 形容的蛮贴切的 都 就帮我按赞分享 谢谢